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符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俗话说 十亿人民九亿麻 还有一亿再观察 打了一辈子的麻将 那您知道麻将是怎么来的吗 这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其实关于麻将到底是怎么来的 有很多说法 在历史上都很难考证 不过有两种说法是比较主流的 一种说法是 麻将又叫做麻雀牌 是江苏太仓的护梁牌 据记载江苏太仓县曾经有了皇家的大粮仓 粮食多 偷吃的麻雀更多 管粮仓的人为了奖励抓麻雀 保护粮食的人 就用竹子做了竹牌 来记录抓麻雀的数目 然后凭竹牌发放奖金 这就是护粮牌 护粮牌上刻的各种符号和数字 都跟抓麻雀有关 护粮牌上筒的图案是火药枪的横界面 所以筒子就是枪筒 几筒就表示有几只火药枪 锁是指用细绳穿起来的麻雀 几锁就指几只鸟 所以一锁就是鸟的图案 奖金是按照几只鸟来计算的 而万呢就是奖金的单位 几万几万就是奖金的数量了 中发白分别是摄中 罚放奖金和没有打中的意思 这么看来麻将起源于麻雀牌 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这另一种说法是 麻将是由明末清初的麻吊牌进化来的 麻吊牌长约七厘米 宽不到四厘米 用厚厚的硬纸做成牌 背面是青色或者酱红色的花纹 一共有四十张 四个人打 玩法是四个人轮流坐庄 出牌以大机小 这种玩法和麻将比较相似 经过了上百年的演变 麻将的起源虽然无从考证 但是麻将的玩法已经基本上统一 现在的麻将 七手十三张牌 不停地摸牌出牌 即使不太好的牌 也有可能胡牌 讲究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而西方人发明的扑克牌 玩法则是大牌压制小牌 一切靠实力说话 抓到一副好牌 就有很大赢的几率 那就是命中注定的迎局了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体现在各个方面 没想到吧 小小的麻将牌 也隐藏着大道理呢 更多精彩 搜索看见